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二天,陨石偷偷变成了和乐意小时候一摸一样的婴儿 大家表示一头雾水 陆米加不愿意了 一口咬定乐意,外面有坚情 强烈要求做亲子鉴定 好机友知道乐意晕针,应用现身 而谁知,婴儿同两个大男人都有极高的相似度 但因为他们的低智商,所以并没有人反应过来 这其实意味着两人也有血缘关系 这一切都逃不过观众的眼睛 这个bug就被轻轻带过吧 四个人决定遗弃这个婴儿 但因为他们仅有的智商,所以遗弃失败 最后陈默决定抚养这个孩子 这以前没有宝宝的日子不是过得挺安稳的吗 现在有了宝宝 工作也需要他了 拍广告也需要他了 连同学聚会 宝宝也飞去不可了 而另一边的乐意向女友交代了 为什么他要和陈默粘在一起搞机 是因为小时候他爸的车在盘山公路上和卡车相撞 他爸为了救他,没有管其他人 婴儿死掉的就是陈默的蝶妈 所以对他吸一声愧疚 在一个空旷的电影院里 外星婴儿发挥了天眼播放功能 给我们看到了陈默记忆中的那段事故 据我推断 陈就是目睹了自己母亲的专横独行 造成了事故 所以对女性没有好感 所以他才一直缠着乐意 甚至不适合乐意的女友 三人共同生活 墨涵同学因为被甩跑去找小姨妈 要找娃娃亲 原来陈默就是他儿时的娃娃亲 私人去潇洒旅游的时候 陈默向墨涵同学求了婚 不要问我他俩是如何搞上的 编剧说时间不够用了 在旅游回去的路上又车祸了 在这个瞬间 婴儿终于展示了触用脑电波 加这私人微信的功能 他发出了圣光将时间倒流回他出现的那个夜晚 自己消失了 但留下了这段记忆